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354集 有投资朋友问 这只特斯拉是出什么问题 为什么股价只剩200多元 之前他的股价不是都将近1000元吗 其实看他最近的走势还蛮强的 那为什么股价变成这么低 来看一下这个新舞 特斯拉在8月24日谈后一拆成三 也就是一股变成三股 让股价跌下来 为什么他要分拆 算是做多的一种吧 主要是让股价跌下来 让更多人可以买得起特斯拉股票 他在2020年的时候也分拆过一次 是一股变成五股 分拆后股价涨一倍 这次在一拆成三 市场的解读是特斯拉的利多 所以特斯拉最近股价蛮强的 也很值得期待 还有投资人在问 现在要投资什么 你如果走进银行 银行一定会叫你买海外债 跟投资型保单 他们一定会说 那是全世界最好的商品 了不了解 现在离年底越来越近了 他们需要数字 需要考核 你们就去银行帮他们蓬蓬厂吧 你问我买那种商品会不会赚钱 你有听过买那种商品 有人获利的吗 找一个出来给我看看 就当做日行一三好了 先让人家有业绩赚 至于你要赚钱 那就以后再说吧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